一天一物 拥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 对我们的心灵来说非常重要 有人说人本来就是孤独的 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 离世的时候也是一个人 即便是家人 好友 爱人 也不可能会同时一起出生死亡 很难有这样的几率 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孤独的存在 可是我们进入社会 就无可避免的会跟别人扯上关系 即便是一个人就能做的工作 也不可能只靠自己来完成 我们总是会跟某一些人 互相连接而活着 于是我们不知不觉 就会受到别人的影响 有时甚至因为自己跟周围的人的想法 不一样而感到不安 因为比较 让我们怀抱着不安跟担心 其实 全部都不需要比较 当然说起来很容易 做就很难了 只要跟人跟社会有关联 人就会忍不住想比较 因此 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 从当中导引出自己的想法 问问自己 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而不是随波逐流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特意去找孤独 你可以搜集很多人说的话 然后冷静评估观察 独立思考自己想怎么做 自己应该怎么做 试着回到自己的房间 刻意打造出孤独的状态 可以每天关掉手机电脑 一个小时 让自己享有不被打扰的时间 拥有完全孤独的思考时间 自己是孤独的 这个觉悟很重要 但是 有一件事你不能搞错 那就是 孤独跟孤立是两回事 孤独有它的必要 但不可以让自己 从社会或周围的人际关系当中 孤立出来 怎么说呢 孤立就是 拒绝难得被赋予的缘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完全无缘分的 都是有缘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缘分 孤立就等同于 你自己主动拒绝 这些好不容易 结起来的缘分 喜欢自己一个人 跟独自一个人活下去 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重视孤独 但千万不要孤立地活下去 这就是人 当你哀伤的时候 你总会觉得 好像只有自己很悲伤 只有自己抱着很深的烦恼 你心里会想 其他人一定不懂自己的烦恼 因为这么想 所以你关上了心门 于是你一个人烦恼 一个人忍耐着悲伤 最后还会有心病 在这世界上 其实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烦恼着 很多人都有相同的悲伤跟痛苦 甚至有的超越你 日本禅语当中 有一个词叫同事 虽然这个字就是我们的 colleague同事的那个同事 可是他的意思不一样 他的意思说的是 彼此拥有相同的心情 处在同一个环境当中 同事 我们要把眼光移向这个同事上面 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智者在说道理的时候 有一个女性前来求助 女性边哭边抓着智者说 我年幼的孩子死了 我无法忍受这个痛苦 请让我的孩子复生吧 智者就回答了 可以 那么请你去找出 这三十年间完全没有亲人去世的家庭 然后呢 你带来那个家庭的家里的木炭灰 只要有那个炭灰 我就能够让你的孩子复生 这个女性开始拜访村里的各个家 怎么找都找不到 三十年来没有亲人死亡的家庭 甚至跑去隔壁村找 在过程当中 她发现 其实有很多其他母亲 跟自己一样的遭遇 甚至有人比她更加的悲惨 过了几个月 她终于了解 这世上有很多人都有着 跟自己一样的痛苦 智者想教她的一个道理就是 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背负着悲伤 更进一步来说 你必须要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力量 去忍受某一些悲伤 而且也不需要一个人来忍受 尝试透过彼此分担 就能够再度踏步向前 一天一物 你必须要了解